开饭了 开饭了 没错 今儿又要给鱼做饭了 今儿本来说我和我哥们准备去野钓 结果到地方之后风太大 给我哥俩刮回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室内给大家分享一套 套制玉米 野钓 鲤鱼 草鱼 青鱼 非常好的耳料 现在我们取一下东西 2021年的玉米 82年的取酒 不知道哪年哪月的蜂蜜 然后这个红糖 这把东西过去 以前选泡玉米都选那些普通的玉米 今天特意选了一根水果玉米 而且还是嫩玉米 必须选嫩玉米 听说水果玉米效果会更好 玉米包好之后呢 咱们俩开个口 方便下刀 然后把玉米切到这个碗里 切到玉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把这个根部一定要切开 把里边的果肉露出来 这样方便入味儿 为了携带方便 准备一个空塑料瓶 把切好的玉米豆放到塑料瓶里 把这个玉米装好之后呢 倒入这个蜂蜜 蜂蜜呢 没必要讲究有多大的量 多少克 倒个差不多 自我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好 好 就这么多就够了 然后呢 放点红糖 红糖也不用太多 放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放完蜂蜜和红糖呢 放这个取酒 这个取酒呢 倒的量是有说法的啊 倒多少 必须把这个 玉米豆淹没 都覆盖住 行 就是这个量 把它盖住之后 给它拧解 把盖拧解 摇晃 让它均匀的 和这个玉米呢 掺和均匀 这个玉米的泡热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现在在用的是这个 生玉米 既可以做掉 也可以打窝 但前提一定要注意了 用多少 泡多少 这个生玉米呢 是不能存放的 如果广大调 想长期存放 可以把这个生玉米 煮熟了 就可以存放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 钓草鱼和青鱼这个 效果呢 就没有这个 生玉米豆来的快了 为什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个 炮制玉米的方法呢 没错 明天我和我老弟呢 就去钓这个大青鱼和大鲤鱼 今天去野钓没去成 得到一个鱼训 有一个黑坑 放掉两千斤青鱼和一千斤鲤鱼 虽然数目数量不多 但是个头都挺大 十五斤左右 明天我们就试试这个 野钓耳料去它黑坑试试 看看效果怎么样 行 今天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